肌肉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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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們先找這個 比方講這個大的 這個叫什麼鍵 公 這個是 公二 公二頭 公二頭 你看 這是不是白色的 這是肌 肌腱 是這樣子 這是肌肉 它是把整組叫做肌肉 我們把它分開 這個叫筋 白色的這個連下來 你看 它在肌肉 每一個肌肉素 這個肌肉裡面有好多的肌肉素 每一個肌肉素外面有 包著那個肌膜 那個肌膜也是屬於筋 他們那個東西延伸到關節上來 看不懂 肌肉是 肌肉好像那個 好像汽車的那個 連桿 連桿 它東西那個起重 或者起重的那個起重機 它不是伸開就提起來嗎 縮就下來嗎 是不是 肌肉也像那個 所以肌肉的一端一定是連到跨過關節 連到關節的另外一端去 所以當它在收縮的時候 可以把另外一端的骨頭做活動 這樣不懂 所以你可以先 你練什麼呢 我說你們現在先開始從大肌肉練 把它會做 伸縮的範圍把它做大 伸縮的範圍做大以後 這個的活動 肌腱的活動才會大 聽不懂 我們以後要練什麼 我們現在是練到我直接去控制這個 那一個關節它不只一條肌腱的 很多條啊 你看手肘 手肘 這邊的它是從這個骨頭接下來 你看跨過肘關節 這樣子 當這個肌肉收縮的時候 肘關節才會被拉起來 這個是一般的肌肉收縮拉起來以後 這個是現在所謂的走關節的活動 為什麼這種它叫做走關節的活動 因為它是以肌肉收縮來看的 那我們現在不要它這樣子動啊 這樣動誰都會啊 我們要它什麼 我們要它順著關節要有開合的活動 我們要有關節開合的活動 那怎麼辦 當然是你要從這邊延伸 你看這條肌肉 它這一端已經固定在上臂骨了 包在上臂骨 這一端是不是跨過走關節 到小屁股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要開我的走關節 我是不是要把這一端往前拉 我把這一端往前拉 拉嘛 是不是 可是我這一端往前拉的條件是什麼 條件是你這個肌肉要夠鬆 它能夠被拉長 這個才有往前拉的空間啊 如果一動這個肌肉就緊了 緊了就往回縮 往回縮你當然就拉不開了 這樣不動 所以你看走關節這邊 這也是嘛 是不是 這個叫什麼肌 公什麼肌 公老肌是不是 這個叫做公肌 是不是 所以你看它就有三條肌肉 要不懂 它就有三條肌肉 表示你有三個 三個主體可以去控制它 不同的肌肉就帶出不一樣的運動方向 這個 這個是從你看骨頭的這一邊 這個是從這一邊 這個是從拉到這裡來 要不懂 所以每一個關節的活動都是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運動習慣 我們在用的時候是用不同的肌肉功能 不是不用肌肉 是用肌肉的不一樣的功能 所以你看這邊有 這邊有多少 這是從上面下來 是不是這樣子 你看這個小臂上來 跨過腫關節 大臂下來跨過腫關節 這是由上往下的 這個是小臂連上去 是不是這樣子 每一個肌肉 每一條肌肉 它一定是跨過關節 才有這個肌肉的必要 否則這個肌肉沒有用 像不像 就是因為它是跨過關節的 所以我們同樣可以用它來開關關節 產生關節的開合力 看不懂 所以你們可以先從 控制這個肌肉 紅色部分的 縮跟身 短跟長 你先會控制它的 短跟長 從大到小 這些都是很大的 你看它都一定是跨過關節的 是不是 你看這是肩胛骨的 肩胛骨的這塊肌肉 這麼大 跨過肩關節 到上臂 要不懂 這就是你練 白淵線果 白淵線果的這塊 開 開 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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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這邊 那時候說肩胛骨要往這邊開 是因為快會拉到這個肩 對這邊拉到 你看那這邊還有 所以運動方向一定跟骨頭的方向 合住 然後跟肌肉的方向合住 你看這個肌肉是不是這樣走的 這肌肉是不是這樣走的 所以你要用到這塊肌肉的時候 這個手臂一定是 往這個方向去 或者這個 當我做頭 頭的時候 我的頭是把這個往上拉 當我這往上拉的時候 這個肌肉也被 也被往上拉了 這樣有沒有懂 所以我為什麼講 頭 頭 頭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吃的時候 你拉的是這邊 這個肌肉的方向沒有 這個肌肉的方向 這個肌肉是不是鬆 鬆掉了 聽不懂 所以你去看這個 我是練了拳以後 練了八卦 了解了這些東西 我再來看 解剖這些東西 很科學 拳裡面的東西很科學 對啊 每一個姿勢你做對 他一定跟骨骼相合 跟肌肉相合 你跟骨相合一定跟筋相合 你跟筋相合一定跟氣血相合 對啊 那伸展一定跟肌肉肌肉的方向相合 你不可能做一個動作 你那個動作的方向 力量的方向跟肌肉肌肉的方向不合 你那個動作就很怪 就錯了 你做很多動作 我都很怪 就是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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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你在出那個力的時候 比方你後面那個麒麟土書的時候 你打出來是這樣子 你看 當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腰上的肌肉 背上的肌肉 它是不是跟你要出力的方向 是不一樣的吧 因為你這樣的時候 它的肌肉方向是往那邊去了 可是你打拳的方向是 力量是往那邊去的 所以你一定要調成這樣子 你看 我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腰上的肌肉 跟背上的肌肉纖維的方向 是不是合了 所以一個正確的動作 你從上到下肌肉肌肉的方向 一定是跟你的力量的方向相合的 這個動作就對了 力量就透透了 所以力量透了沒有 你每一個小的組織 有沒有整合在那個力量的線上面 如果沒有在線上它歪掉就是會擋住嗎 歪掉或者你用力了 這條線牽涉到五塊肌肉 其中一塊你一用力 它是一縮了 透不過去 透不過去 這樣有沒有懂 就是所謂自己把自己綁住了 所以你去了解了以後 去看這些東西 中國武術很科學 每一個動作都符合這個 每一個動作都符合這個 這樣不懂 所以古泰的那些武術家不懂解剖 可是知道正確性就對了 他不懂啊 他用力量來做整整的啊 所以他們表示說 他們對自己身體的感覺有多細 本來就是啊 他們也知道怎麼樣 練拳的跟修道的 本來就對自己的身體那個敏感度很高啊 你才能練嗎 是不是 所以他們是用力量來做為 來做為 調整的標 標準 我這個力量這樣打 打出來 哪邊有沒有斷 我的力量有沒有透 沒有沒有透 是在哪段 為什麼斷 是用力斷的還是方向錯的斷 有沒有懂 欸做對了力量透過來了 對了 好 練拳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不用管啊 到底肌肉速是哪一條 所以你不用管嗎 因為我們都一樣啊 老天就幫你已經配好了 設計好了 零件都一樣啊 零件都一樣啊 設計都一樣啊 只要去用對就好了 用對就好了 我們大部分是用錯 所以練國術就是把它用對 把身體用對 那麽動 有沒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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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感谢观看